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施杨 本节目由金麦郎谈面冠名播出 优质好卖出好面 吃面就要吃谈面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 2023年纪录片片单 并启动成立总台纪录片制播联盟 发布分为四个主题单元 共推出飞越丝绸之路 舌尖上的中国寺 文明生长在这里 航拍长城 中国空间站 中国未来时等50部金平立作 节目将以题材丰富的影像 记录发展历程 全景呈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 日前在湖北武汉 启动大地欢歌全国乡村文化活动年 活动年采取主体活动加系列活动方式 组织举办四季村晚 农业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文化展示 全国广场舞展演 乡村四十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临选推广等12项主体活动 同时推出以农文旅为重点的乡村网红培育计划 以直播短视频等如媒体传播方式 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 中央芭蕾舞团新编芭蕾舞剧《红楼梦》 近日在北京首演 该剧以原著中宝玉出家为开篇 以宝玉的回忆在线荣国府昔日鼎盛 宝带初见共读西乡等经典片段 此次中巴特邀国家一级编导 佟瑞担任总导演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作曲家叶小刚作曲 中巴首席演员邱云婷 主要演员黎文涛 许演分是《黛玉宝玉》和《宝钗》 以兼具国际化和民族性的艺术探索 历时三年打造这一民族经典 在北京上演十场后 该剧还将赴西安 广州 深圳等地巡演 这次应该是观众们一定会满足 从视觉到听觉 然后到你这个舞蹈 芭蕾艺艺术的美感体会上 都应该有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深深的震颤心灵的那种感受 由中宣布文艺局 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多场 意愿协鹰系列活动 为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高规格 专业化 机智性的展示平台 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得以展露头角 陈林 于吉 宇元丁 就是在全国优秀青年指挥人才展演中 脱颖而出的三位优秀青年指挥人才 今天的节目一起认识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 在意愿协鹰全国优秀青年指挥人才展演音乐会上 八位青年指挥依次登台 携手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指挥了瓦格纳作品 纽伦堡的名歌手续曲 肖斯塔克维奇第一钢琴协奏曲等音乐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专业教授陈林 带来了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B小调第八交响曲 他的指挥重视细节 音乐处理严谨 指挥动作细腻 在指挥这部作品时 他着重表现了作品的典雅和庄重 摒弃了常见的过于浪漫化的演绎 这个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 有人也叫它未完成吧 就是因为通常的交响曲 会有三到四个乐章 那这个呢只有两个乐章 很多人觉得它不够完满 但其实呢从音乐的表达上来讲 作曲家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到了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完整的交响曲 1996年陈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在校期间因为突出的指挥天赋 2000年被著名指挥家 小泽真儿推荐免试进入美国坦格武德音乐节学习 取得博恩斯坦奖学金 2003年应邀赴日担任小泽真儿先生的指挥助理 2005年到2007年受聘于美国新兴纳提音乐学院 担任指挥专业教授及学生乐团音乐总监 指挥这个行当对人才的要求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基础 然后有非常好的舞台感染力 就是如果以后你真的走到了这个职业的岗位上 你还要有一个带领乐团工作 包括有很好的这个社交能力 因为需要跟很多不同的艺术家一起工作 此次参加全国优秀青年指挥人才展演的青年指挥女集 带来的指挥作品是唐豪瑟续曲 唐豪瑟续曲是著名的德国歌剧作曲家瓦格纳所著的歌剧 唐豪瑟续曲是一个音乐结构上非常精妙的一个乐队作品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镜面的结构 整个的音乐音响效果上 从带有救赎和忏悔的主题 到后面维纳斯城堡的这种非常奇幻的音响 然后到唐豪瑟这个男主角的唱段主题 每个主题都非常的鲜明带有对比的特性 所以音乐性格上也非常的丰富 2012年 于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2017年 保送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硕士研究生 同年入选瑞士美纽音音乐节国际指挥大师班 2018年 公派进入纽约大学 跟随普利策奖得主朱利亚沃尔夫教授 与著名作曲家贾斯汀德洛 乔伊奥学习作曲 国外留学的经历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外更多 也就是一些音乐会 在国外和大师班这些参加的比较多 在综合的音乐理论 这个音乐认知上 会能获得一些更多的启发 所以收获也挺大的 对我的指挥也是 因为就是你会以一个创作的角度 去审视去观察前人的作曲的作品 然后你的理解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学成回国后 于吉担任了中国爱乐乐团的指挥 在于吉看来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对作曲的学习 让音乐人的视角变得更加全面 演艺者需要有对文本进行解读的功力 但当演艺者同时是创作者时 在了解创作者的具有创作意图这方面 就会更容易 也能体悟得更深 文艺指挥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行业就是能真正站在指挥台上的人不多 因为它不仅是刚才说了 有音乐能力 还有音乐之外的一些沟通能力 然后表达能力这些 由80后指挥 原丁职棒的柴可夫斯基 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 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 这部作品运用庞大的曲式 充分展现了故事的复杂性和悲剧性 从音乐上来讲 它有着就是说极具张力的这种音响的 这种交响性 那么同时呢 它又充满了就是极为强烈的这种戏剧的冲突 既能够充分地展现乐团技巧上的这种高水准 又能够充分展示指挥和乐团之间的这种 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 原丁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和德国莱比锡音乐与戏剧学院 先后师从音乐教育家徐欣 指挥家李欣草 及德国指挥家乌尔里希温德福尔 近年来 原丁职棒了大量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重点扶持的原创歌剧 我一直认为指挥是一个没有捷径可走的专业 那么它需要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除了课堂要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我们个人人生的这个阅历 以及实实在在多年的工作的积累的经验的积累 其实对我们的道路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自己严格的要求 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希望我自己活到70岁 做指挥做到70岁 一步步经典交响乐之作 在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演绎中奏响 展现出新一代青年指挥人才们 成前起后永攀高峰的艺术追求 他们在对音乐的理解与表达中 更多的融入时代精神和国家表达 展现出我国指挥界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